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指头攒钱 这眼看着就要攒够女儿的手术费了 可卡上的数字怎么忽然变成了零 难道被人倒刷了 可是银行卡一直放在家里 又或许是被人复制了 钟晓云的脑子乱成了一团线球 长期劳累 营养不良 加上那一刻的打击 她有些眩晕 扶着墙壁好不容易站稳 心乱如麻 忽然灵光一闪 她想起了老公张峰 会不会是她有什么急事把钱取走了 钟晓云立刻手忙脚乱地拨通了张峰的号码 张峰支支吾吾 钟晓云的心却一下子落到肚子里 只要是老公取了钱就好说 不管怎么样 钱没有丢 可张峰接下来的话 让钟晓云傻了眼 她说 钱被拿去 投资理财了 谁知那个理财网站关闭 老板也跑路了 钟晓云的愤怒像开了闸的洪水 咆哮而出 你怎么能把女儿的手术费拿去买理财 这是女儿的命啊 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眼里还有孩子吗 电话那头张峰默不作声 钟晓云的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因还院时简陋 直到三岁才查出了 医生说 孩子的病呢 不能再拖了 必须尽快手术 可是这个家一贫如洗 如何才能拿得出这么多钱 钟晓云和张峰原本是有些积蓄的 可前几年公公得了重病 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 还欠下了许多外债 心债 累旧债 再去求亲朋好友借钱 所有人都唯恐逼着不及 钟晓云和张峰只好拼命赚钱 拼命从牙缝里抠钱 张峰在家工厂做技术 钟晓云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女儿 无法全职工作 只能做着坚持 查出女儿的病后 她央求婆婆 帮她带孩子 她好去给孩子赚取医药费 可谁知 一想中男轻女的婆婆 在得知孙女有心脏病后 直言不讳地说 她绝对不会帮忙 她说 生个病丫头 还治什么治 心脏病哪有能治好的 婆婆的嘴脸让钟晓云彻底心寒 前几年公共生病 钟晓云二话没说 拿出所有积蓄给了治病 还因大额药费欠下外债 谁知 事后婆婆翻脸的速度比翻书还要快 整日给了儿子洗脑 丫头的心脏病别致了 不如留着钱将来养个大胖小子 在急着抱孙子的妈的叨咕下 张峰内心的天平倾斜了 她不止一次地对钟晓云说想生二胎 女儿还病着呢 钟晓云气急败坏 想儿子想疯了 我能在这个时候生二胎吗 每天上午钟晓云会带着女儿到一家快餐店做杂工 打扫 洗菜 擦桌子 好在女儿很乖 在她工作时能够安静地坐在旁边 老板得知情况也破率允许她带的孩子 下午三点她要准时去幼儿园脱班做兼职 顺便也能照看一下女儿 晚上女儿睡下她还要在灯下做手工 这份工作是老乡介绍的 计价付费 为了多赚钱 钟晓云时常熬到凌晨 每到夜深人静 钟晓云揉着酸痛的眼睛 看着旁边熟睡的老公和孩子 她觉得虽然辛苦 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好好的 苦点累点 也毫无怨言 再说 女儿的手术费就快攒够了 可现在倒好 卡里的钱全被老公摆光了 回家后 钟晓云像一头暴躁的狮子 一向温和的她 挠花了张峰的脸 整整哭了一个晚上 可哭过闹过 日子还要继续 女儿的病也必须治疗 她还得想办法 听说张峰把女儿的救命钱买理财亏光 所有人都乍舌不已 钟晓云辛苦赚钱 赞钱 把自己生生熬瘦了十几斤 认识她的人都摇头叹息 真没有想到张峰这么不靠谱 钟晓云不容易啊 孩子的病可咋办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她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 钟晓云却做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她一直诉状起诉了张峰的同事 吴小青 吴小青进公司不到一年 是一名质检 她离异独自带着孩子 为人 老实本分 所有人都好奇 钟晓云和这样一个女人到底有何过节 其实张峰说把钱拿去买理财时 钟晓云就查出了异样 认识张峰以来她从来不对理财感兴趣 可如今却用女儿的救命钱买了大笔理财 让人不得不生出怀疑 直觉告诉钟晓云 事出反常必有妖 而她要让这个妖孽现身便开始悄悄调查 拿着银行卡她查清转账记录 张峰多次转账给个陌生女人 但线索也很快中断 仅凭一己之力 她无法再查到任何有效证据 无奈之下 钟晓云只好硬着头皮 向一个做律师的远房亲戚求救 亲戚得知她的情况十分同情 出于职业的敏锐嗅觉 亲戚这样劝她 真的查出真相 恐怕你老公会让你失望啊 钟晓云铁了心 无论如何都要查到事情的真相 无论张峰做了什么 她都会做好心理准备 律师亲戚着手帮忙调查 这项很快摆到了钟晓云面前 这笔拳转到了一个叫做周爱兰的账户 而这个周爱兰是张峰的同事 胡晓卿的妈妈 亲戚接下来的话 让钟晓云一下子跌入冰窖 张峰和胡晓卿有一腿 而且有一段时间了 怪不得呢 钟晓云细细想来 有好一阵子了 张峰每天都借口加班晚回 回来便倒头就睡 她还以为这是加班累的 加上为了女儿的事焦头烂额 她根本没心思注意张峰的一举一动 谁知这渣男倒好 趁女儿生病 妻子分身乏术之时 借机在外寻花问柳 张峰要是真的贬了心 有了别的女人 钟晓云可能会很伤心 但她绝对不会纠缠不休 可现在这男人竟然把女儿的救命钱 送给外面的女人 她钟晓云再软弱也无法忍受 凭什么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 给个男人去外面养野花 委屈 怨愿 气急败坏 钟晓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钱没了 还能讨回吗 要谁讨不回 女儿该怎么办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她代刺地向亲戚求助 律师亲戚的话 让她灭了的希望重新燃起 她说 法院很大程度上能追回这笔钱 在亲戚的帮助下 一向老实本分的钟晓云手握证据 一纸诉状 把素不相识的胡小青 告上了法庭 法院立案 很快调查到 这笔钱用来付了某小区的房子首付 钟晓云怒不可遏 为了逃野花欢心 竟弃生病的女儿于不顾 这样的男人 她真毁自己 当初瞎了眼 调查正在进行时 胡小青却迅速低价 卖了房 跑路了 这个消息再次让钟晓云如坠冰枯 重新燃起的希望 被盆冷水浇灭 好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 办案人员 终于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小村子 抓住了逃跑的胡小青 并判胡小青 归还钱财 谁知 法庭之上 胡小青却理直气壮 她说 这笔钱是她应得的 是张峰自愿把钱给她儿子的 为什么要归还 儿子 钟晓云有些发懵 胡小青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胡小青说 她和张峰曾是青梅竹马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她父母 却嫌张峰家里太穷 硬生生地把他们分开 可这些年 她并没有忘记初恋 张峰新婚之前 胡小青曾找到她 并和她有了最后一次肌肤之亲 谁知那次就怀孕了 眼看肚子越来越大 胡小青急匆匆地嫁了人 前几年丈夫 因病去世 她不受婆家待见 便带着孩子来这个城市打工 谁知 她找工作室 恰巧应聘进了 张峰所在的公司 俩人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 渐渐 旧情复燃 张峰在得知 胡小青的儿子是自己的后 稀出望外 为弥补这些年 对他们的母子的愧疚 便转钱给胡小青 让她付首付买房 好带着孩子安定下来 钟晓云有一刹那的绝望 如果胡小青的孩子是她张峰的 那这笔钱还能追悔吗 法官接下来的话 让她吃了定心丸 法官最终还是判定 胡小青归还钱财 因为张峰给胡小青的钱 并没有取得钟晓云的知情和同意 她无权单方处理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 赠送无效 听到这里 胡小青一下子摊坐下去 而钟晓云也松了一口气 费尽周折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钱 钟晓云夜长梦多 怕再生变故 便迅速育跃医生 带女儿做了手术 至于她和张峰之间的事 她压根儿没空处理 一切等女儿做完手术再说 手术很顺利 钟晓云一不解代地守在女儿身旁 看见女儿的小脸 由苍白逐渐变得红润 她的心才终于落在肚子里 医生说可以出院了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钟晓云给女儿办好出院手续 收拾东西准备回家 长时间未露面的张峰却来了 她眼睛闪烁地站在门口 手里抛着娇艳欲滴的玫瑰 结婚后从来没有送过花给她 如今又是何必呢 钟晓云低头整理衣物 心里冷笑着 再说她张峰这是被女人骗了 才想起自己的好了吧 女儿住院期间 有亲戚跑来告诉钟晓云 胡小青没得到张峰的钱 便跟她撕破了脸 还亲口告诉她 孩子并不是张峰的 原来胡小青死了账务后 无依无靠 脚尽脑汁想找个下家 她听说张峰她妈 却要孙子不如愿的这事 便牺牲一计 她打听到张峰在这个城市的工作单位 很快找了过来 因为胡小青以前做过治险 便顺利应批上这个职位 这样她便有了和张峰亲密接触的机会 实际成熟 她骗张峰说儿子是她的 张峰想儿子想疯了 看着跟自己有几分相似的孩子 便信以为真 可事实却打了她的脸 那孩子根本不是她张峰的儿子 胡小青 见张峰变得一无所有 便撕下面具 迅速开始另寻下家 和胡小青一拍两散后 张峰悔不当初 她又想起了钟晓云的好来 便舔着脸寻求谅解 可她没想到 钟晓云竟决绝地提出离婚 这个老实软弱 没有主见的女人要离婚 张峰原以为一束花 就能挽回整个家庭 没想到却低估了眼前的女人 婚姻中的老实软弱 不代表女人真的没主见 只是因为她爱男人 愿意为了家庭妥协退让 可当她一旦看清真相 看清男人的金面目 便会果敢起来 变得独立强大 钟晓云也是如此 现在女儿病治好了 她完全可以找份全职的工作 一个人抚养孩子长大 这种没脑子 没责任心 还花心的男人 还要她干什么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华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华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谢谢观看 comme讲完 我们下期待 这条款简直播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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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待